今次分享的是朵椒蒸鱼頭 看看材料 首先有大魚頭一個,有現成朵椒一瓶 一瓶倒出來大概有250g 還有其他材料 大魚頭一個,去街市的淡水魚檔買 因為大魚是淡水魚 你跟當主說,做朵椒蒸鱼頭 開到邊去,不用切碎,他們就會懂得攪拌 大魚頭買回來,第一步就是沖洗乾淨 尤其是沖走魚的血 因為大魚頭比較重的腥味 你一定要這樣洗乾淨 才可以減低腥味 洗乾淨之後,浸進隧道 再在隧道加少許白醋,浸20分鐘 加上醋浸,就會把淡水魚的腥味和泥味 再進一步徹底清掉 浸了20分鐘之後,大家看看 大家會發現有一層白色的東西是面的正常 因為你用醋來浸過去 把那層東西清掉就可以了 我自己會喜歡沖一下水 以及拿些廚紙去擦掉它們 都不是太難的,很容易清 另外魚眼位都會逐了,浸過醋之後 但是全部都是正常現象,不用怕 另外魚頭裏面那邊都要用水沖乾淨它們 沖走所有醋的酸味和味道 經過一輪去腥味的工作之後 現在就可以把魚頭徹底抹乾了 記得要擦得很乾,越乾越好 因為將會拿去蒸 我自己就最不喜歡的東西蒸完之後 水溫溫的 所以盡量擦乾淨它,擦得仔細一點 其實煮食的細緻位置做得好不好 足不足都很重要 其實分性負責分這裡 每個人都是這樣煮的 就是看你的食材煮得乾不乾淨 處理得好不好 會不會還有腥味 細緻處理食材和快速煮熟 其實分別可以很大 既然在家裡煮,大家慢慢來 準備1湯匙蠔油和1湯匙紹興酒 拌勻,然後塗在魚頭上面 均勻地塗在魚頭的每一處 作用就是醃一醃 給少許底味的魚頭 就不需要醃很久 你這樣塗完之後 然後做其他東西的準備功夫 再之後拿去蒸就差不多了 前後醃了10至15分鐘 之後就可以準備一下鳥頭 切好蒜蓉和豆豉 切豆豉我喜歡鋪一張櫥子墊 切完之後的砧板會比較容易 另外買了一瓶現成的朵椒 我買的是特辣的朵椒 大家隨自己口味買 不一定要跟我買特辣的 打開了就是這樣 我倒出來看看它有多少克 大家知不知道朵椒哪裏最有名 最有名的朵椒是在湖立 全瓶倒出來 大約有255克 然後就準備爆香的朵椒 先放油 因為容易結合 先放油 然後就開火 開個中大火燒熱油 爆朵椒之前 首先爆蒜頭和豆豉 爆香的豆豉之後 就可以加入朵椒 朵椒是一些切碎了 用鹽醃過的辣椒 所以整個菜的蜂味 你要遇到是比較重的 它雜鹹鮮和辣於一身 這些重味的朵椒 配合一個肥美的大魚頭 其實是配得相當之好 大家一日有興趣可以試一下 不用經常吃豉汁蒸魚頭 好了 現在再加一湯匙的白醋 然後再加一點蠔油 再加一個鮮味 三分一湯匙就可以了 加一點 三分一湯匙就可以了 我這裡已經算是多了一點 可以給我的畫面再少一點 加三分一湯匙就夠了 另外再加一匙的糖 去和味 但又不要加那麼多糖 因為菜的特色是鹹鹹辣辣的 又帶點鮮味 你整甜了就變成第二回事 所以一匙的糖就剛剛好 因為太多糖就會破壞了這個 鹹鹹辣辣的特色 好了 所有東西都爆香了 拌勻之後 就可以關火 放在一邊備用 好了 現在準備一隻比較大的碟 因為魚頭 整個大魚頭都不是小的 那隻碟要大一點 然後放8塊已經洗乾淨抹乾的紫蘇葉 紫蘇葉也是可以辟腥的 我吃大十塊剩下一點 所以就不要浪費 那我就用它來代替薑 然後就可以把醃了的魚頭 放進去 反轉去 放一些剛炒完的朵椒 在底面 底面不用放太多 即是你放了一個適當的份量 然後拌勻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就反轉魚頭 可能會黏了一點紫蘇葉 不要緊要 你自己弄好 總之 那些紫蘇葉就不要外露 在魚頭下面 那你自己移好 然後就可以把魚下的大量的朵椒 鋪滿了在魚頭上 那我自己覺得做這個工序 就蠻好玩的 鋪到整個魚頭是紅當當的 有多少就放多少 那你鋪到去 整個魚頭變成紅色 那就搞定了 然後大火煮滾水 然後就放魚頭進去 用中大火蒸去20分鐘 那就完成了 那當然蒸的時間 要視乎你買的魚頭 多大多小 來做出調整 那但是整個魚頭 這樣開邊這樣蒸 要給斬件的那些蒸久一點 因為難熟一點 好了 蒸好了 那大家開蓋看看 哇 真是火辣辣的朵椒蒸魚頭 那就搞定了 其實都不是很難的 那最後呢 撒點蔥花在面 那就完成了 那喜歡吃辣的 真的不要錯過這個熟 整道菜是鹹 辣 和鮮 雜於一身 真是好惹味的 那怕辣的 就不要好像我 買特辣朵椒 買普通朵椒 那這次分享差不多了 那喜歡的 請訂閱我的youtube 或者讚好我的facebook 那整個魚頭裡面 我最喜歡吃 就是這塊螺旋形的東西 真是又滑又肥美的 那我不客氣了 吃東西先了 拜拜